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是作恆 來看到剛剛我們上一節 已經講到了 是立法院昨天 這個大亂動的場面 那麼隨即賴清德 他是準總統 他就說這個晚上 他和大家一樣 很擔心立法院 可是他寫的內容是 感謝每一位捍衛 然後上台發言的 民進黨立委們 說這是一個程序不正義 怎樣怎樣的 然後說還好大家奮戰到 最後一刻 可是下面好多網友就不理情 就說到底是誰 在不理性的討論呢 然後就說 這個插畫網又出來了 那我們就看到其實 明明賴清德 之前在宴請立委的時候 他下達的指令是什麼 他說應該要 未來大家團結作戰 還提到說要反手為攻 可是這明明他自己先拋出來了 現在怎麼好像看起來變成是 對方先出手的呢 可是我們就還原一下 昨天這個場面 很多人相當的心疼 這個陳金輝 因為在民進黨的 立委中嘉賓 這有些攻防的時候 結果竟然是上演這樣子的 這個場面 除了中嘉賓先跟謝龍介 有全武行之外 還有就是在議事台的時候 原本陳金輝 他其實是要來保護韓國瑜 就是這個主席 像說有個護衛 就不要讓他們對主席下手 結果突然之間 中嘉賓跳上了議事台 然後就這樣直接飛撲 到了陳金輝的身上 好 然後就隨即 兩個人就一起倒地了 你看到他抱著哪裡 他就抱著他的腰 然後直接往旁邊倒 那這個畫面 大家當然看了就覺得說 這是不是已經不只是暴力的行為了 是有沒有可能 還有點像是MeToo呢 而且我們也還原一下 看到剛剛 中嘉賓他抱陳金輝 跌倒的這個動作 其實連國際柔道聯盟 都已經禁用類似這些招式了 因為這個很可能 會有生命的危險 因為你會讓對方 跌倒之後向後倒 所以他的頸椎就會受傷 有可能就癱瘓 後腦稍後 著地的話 可能更危險了 還可能喪命 那王洪威就跳出來 來護這個陳金輝了 他就說 中嘉賓 你這個行為 根本就叫做MeToo 因為你當時 我們剛剛也特別 請大家看了 頭跟手 你那時候放在哪裡呢 不過我們看到 名將立委 怎麼來護航中嘉賓呢 他說 他是偏偏君子 但是現在卻被污衊 好就連過去 常常打著女權旗幟的范雲 要現在出來講了 他就說呢 這個是他要聲援中嘉賓 因為他反而只說是四個來營的立委 踹打一個在地的中嘉賓 那很多人就說了 你這是莊沒看到嗎 明明就是中嘉賓先去情報人家 怎麼會變成是其他的國民黨立委 要把他們支開 反而是他們有問題呢 女權在他的眼裡 難道就是遮羞布嗎 還是這又是要吃女權自助餐了呢 好我們看到 現在還有這個梗圖出現了 中嘉賓一撲二暴三摸屁股 這個分解動作 然後就說 結果范雲沒有捍衛女權 反而是劈其他的藍營立委 好那剛剛講到中嘉賓 這個事情竟然還變成到了國際的版面上 這個丟臉丟到國際了嗎 不過中嘉賓自己在深夜的時候 他發文 他沒有提到任何這個事情 但是他就只有說 十年來他持續堅持他的理想 他說我仍然沒有改變過 他說他的行為 他的想法不會改變 好那剛剛講到中嘉賓 還不只他 還有人是直接對警察 因為我們看到 就是民進黨立委王美慧 他在這個上午的時候 大家原本準備要衝議場了 那就有一些攻防 結果你攻防 你這個政黨攻防就算了 可是他是奪警察的帽子 還打警察的頭 那當然他有和徐曉星爆發衝突 你看到這個就是現場這畫面 大家的見識的鏡頭 都非常的銳利 馬上就拍到說 王美慧他是一直打警察的頭 可是王美慧 他覺得他自己並沒有錯 因為他反而指控說是 警察明明已經時間到了 但是擋在門口不讓他進去 所以他才會動手 這難道又是吃定說 這警察也是公務員 不可能出來指責他 所以王友就說 原來律委 現在還有這種襲警的免責權 還說這個臉皮會不會太厚一些 也馬上有個梗圖出來了 說直接打警察 不講武德 把他拆解了他的動作 好 那我們剛剛看到 包含這個中嘉賓 以及郭國文 一個個試圖的要爬上主席台 還有人直接撲倒 這個國民黨女立委 那兩個人其實都是新潮流的男流 這樣子的博命演出 就讓人聯想說 這是不是未來賴子弟兵賴家軍 他們要在國會扮演著 賴清德的敬衛軍 我們確實看到 其實下週馬上又要有攻防 來 徐慧姐怎麼看 說這個賴清德 在諸多這麼多的爭議之中 結果他說他要感謝立委奮戰到最後一刻 我覺得賴清德就像是黑幫的老大 大家記得之前賴清德 宴請民進黨立委的時候說 他們要轉手為攻 事實上他們從來沒有守過 你看他們之前 怎麼樣鋪天蓋地的去攻擊 徐曉星一個單一個立委 黨政媒 全部再攻擊 好 轉手為攻 這個就是下號角令 打架的號角令了 然後昨天又說 感謝他們奮戰到最後一刻 就是他們把義式殿堂 當作一個戰鬥的戰場 所以一個即將要登機的總統 然後自己叫自己來打手到立法院去 把未來要監督政府的這個國會無法 改革無法擋掉 目的就是要讓自己爽作這個總統 我剛剛說了立法院 我過去在立法院的時候 從我20幾年前剛當助理的時候 立法院就打架打到今天 20幾年來都沒有改變 但是過去道義有道 男生對男生 女生對女生 再怎麼樣不會對公務員警員出手 因為你知道他們沒有辦法回手 你知道他們也不敢告你 你這就是在欺負弱小 昨天陳金輝站的位置是哪裡 真的是最後一段 有三道防線 昨天陳金輝站的是最後一棒 在主席台保護韓國瑜 也就是他是守護的角色 他並沒有攻擊的角色 那你今天中嘉賓你衝上主席台 你主動去攻擊陳金輝是要幹嘛 你要幹嘛 你想攻擊立法院院長嗎 那是一個民意殿堂 那是最高的民意殿堂的院長 你要去攻擊陳金輝的目的 就是下一步你要去攻擊 立法院院長 想要把他拖下主席台 那這個 這個你是立委 你自己在立法院造反 我覺得這是很瞎的狀況 尤其大家看到那個畫面 陳金輝很高 然後中嘉賓去把他腿這樣子抱起來 其實就是會讓他這樣往後去倒 真的滿危險的 對 那個很危險的 你們就算是你們在抗爭或什麼 大家都是立法院的同事 你也要顧及一下人身安全 還有我剛剛就說了嘛 你是男生他是女生 你在出手之前你知道的 但你不管你還是故意的 我不想說這個時候他還有空去 心裡去有動歪心思想要去吃一下豆腐 摸一下屁股 可是光是這種男生對女生的暴力行為 我就覺得是很不堪很丟臉 這種男性對女性的暴力行為 居然堂堂出現在我們的國會殿堂 然後更難看的是 聲援這個男性暴力的人 居然是民進黨的女性立委 你們這些女生丟不丟臉 他還是女權的代表 對 不管是不是女權 你們女生怎麼會去聲援一個男性暴力 來 仁俊閣怎麼看說 剛剛提到 包吳思瑤 范雲 甚至都幫他幫中嘉賓檢視 說偏偏君子 所以我剛剛講 就是說過去在抗爭的時候的那一條線 譬如說像剛剛中嘉賓的那一個 就算他解釋說他是踩到這個紙 然後滑倒 衝撞到 可是當你發現到起身之後 再往旁邊摔過去 那個第二次的行為 就會讓大家覺得 你就是已經豁出去了 所以我剛剛講 就是說在過去看到 非常多抗爭的場合 我想我跑立法院看到的抗爭 應該也比在座的稍微多一點點 就是說以前的那條線 就看你怎麼去守住 所以我剛剛講 就是昨天在那個過程當中 就是現在你看到那個畫面 你轉身的那個動作 他起來之後轉身 又再往下壓的時候 那個就會讓大家覺得 你是不是已經過了 有點故意的嗎 過了 對 所以我覺得 當然中嘉賓他自己是有道歉 但是國民黨方面是不認為 像被報的立委就講說 他覺得他這個道歉是沒有誠意的 所以你就回來看就是說 當現在立法院 未來成為這個狀況的時候 我認為民進黨 他是有很大的壓力的 就像我剛剛講說 民進黨他沒有辦法出來跟你講說 我現在開始要關閉協商大門 因為你一關閉協商大門 以後大家就這樣 可是對於為什麼 昨天民進黨一定要 要採取這樣的一個方式 是因為賴清德即將520就要接任了 如果現在立法院的這樣一個方式 成為一個常態或者是固定 因為知道表決人數一定輸 他只能寄望就是說 我就是用各種不同的意識拖延的方式 或者用意識的方法來跟你 來跟你抗爭 所以他有講說 賴清德也講就是說 你今天就算你表決輸 但你前面要做好論述或是什麼 但問題是 論述的方式有很多種 你可以用語言去論述 你可以用身體去論述 但我知道民進黨會有一個壓力 就是說如果今天這件事情 他沒有辦法在520之前的 最後一次的這個院會 尤其像這樣一個表決大戰裡面 去讓大家覺得民進黨在fighting的話 以後變成常態 大家對民進黨就不 可能連民進黨的支持者 都會覺得說 反正你在立法院都輸 所以他其實昨天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狀態 而且他前一天 柯建民就已經出來有放話 所以我覺得你如果回來看 我覺得民進黨應該要認清 一個現實的地方 其實來自於是 當今天在立法院的人數上面 你確實就是所謂的少數 那你今天表示說 你要如果以後 在立法院的案子裡面 你看他提什麼 他說如果今天 未來以後這個法案 都是用這種方式過 那民進黨不排除 就是說要提出複議 然後甚至要再拿出來 就是要到這個所謂的大法官 要到釋憲 現在沒有大法官釋憲 沒有大法官釋憲 現在都是憲法法題 那這裡面其實 因為民進黨也知道 如果在以前 還沒有修法之前 你今天這個針對立法院 決議的案子 你可以行政院說 我提請總統 何可玩的之後 跟立法院提出複議 而且在以前的條文裡面 事實上是比較寬鬆的 也就是說 經過出席委員的三分之二 同意之後 行政院長必須要接受 或是總辭 可是現在變二分之一了 二分之一的概念就會回到 就是說可能對民進黨來講 他也沒有絕對性的把握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還是必須要去思考就是說 未來在立法院裡面 你的人數現實是這樣的時候 難道每一次都要用這個方式 然後來凸顯告訴你的知識者 講說我是要論述 因為我講實話 今天的這個畫面來說 可能對於深藍或深綠的人 會站在自己的政黨的立場去支持 可是多數比較 沒有那麼多深政治立場的人 其實是為了認為說 今天國會打成這個樣子 我們除了再一次 對 除了再一次上國際版面之外 失望這樣子 我們到底又得到了些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可能對於民進黨 因為為什麼特別強調民進黨 因為你是執政黨 為什麼大家會覺得說 你執政黨在這件事情上面 你應該要有更大的空間 去思考你該去如何做處理 因為行政的權利是在你的手上 因為確實立法院就是屬人頭 我們就多數覺得 那未來是不是這樣的畫面 我們剛剛這樣幫你們repeat 可是以後可能持續要來上演 海底哥 過去我們總認為民主時代進步 就是因為從打破人頭 進化成屬人頭 但是在有民進黨的台灣 我們好像還是在打破人頭 跟拚拳頭 不過當然打架其來有志 而且民進黨也從來不是第一次 2005年被打破人頭的是誰 就是國民黨的張碩文立委 他被民進黨的李明憲 K到左臉全部都是血 那再來呢2007年的時候 民進黨王淑慧 不是游淑慧 民進黨的王淑慧 拿著高跟鞋砸向王金平 2010年國民黨的吳玉生委員 被民進黨的黃偉哲 拿計時器K頭 右眼血流如注 2016年陳移民委員 直接被王定宇掐脖子 跟說不是單純這樣守黨 是掐脖子 再來呢2020年洪孟凱委員 直接被吳玉生勒勃 再來呢 費洪泰委員 右手的韌帶斷裂流血 那這一些足煩不及備載 所以打破人頭啊 過去其來有志 受傷的大部分 都是國民黨 然後動手的大部分 也都是民進黨 那現階段 民進黨算是殺紅眼了 因為過去都是立委對立委 現階段呢 就連警察都不放過 對吧 那警察呢 根本不是說要阻擋你 為什麼警察是怕你 衝撞到玻璃弄壞大門嘛 畢竟你的體型比較 比較魁梧一點 然後呢 這個連警察也不放過 連70多歲的秘書長 周萬來也不放過 這還有沒有一點敬老尊賢 或者是最基本的人道跟人權觀念啦 所以完全已經到了喪心病狂 讓周遭的這些平民 或者是無辜的人士 都殃及此餘 那麼像是這個鍾嘉賓 或者是范雲 仍然在胡說八道 鍾嘉賓說他這個 不曉得是狡猾 這個第一時間摔倒 你第一下可能是 但你可以馬上站起來 後面你再把他摔到右邊 那顯然是蓄意為之 而范雲更是鬼遮掩 他講說什麼四個打一個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 請問哪支影帶有說 有看到國民黨四個立委 在踹打鍾嘉賓 你這就是在造謠 現場影片可以看到 當鍾嘉賓撲倒陳金輝之後 四個國民黨的立委 是去扶陳金輝 是去扶他 把他們兩個拉起來 把他們兩個拉起來 請問哪邊有看到 四個國民黨的立委 在踹打鍾嘉賓 鍾嘉賓本人有這麼講嗎 好像也沒有 范雲就是公然造謠 所以其他那四個國民黨立委 應該是可以告誹謗 再來賴清德 先前才說對吧 我們就是要和解 在民進黨口中的和解 就是把你打得跪地求饒 你不來求饒 我就說你破壞團結 這就是民進黨口中的和解 最後 如果說所謂的民進黨 或者這些所謂的學生 真的想要複製太陽花 想要爭取月領二十萬的高收入 想要成為第二個林非凡的話 要佔領立法院 我倒是舉雙手贊成 為什麼 現在是民進黨執政 你們佔領立法院 立法院空轉 是賴清德沒正期 別的不講 就比如說 本來在這個會期 有可能要通過的 就是地方里長春節事務費加級 你就佔領立法院 讓這一條不要通過 全台所有里長 就恨死民進黨 我們春節加級沒有 我們很多福利法案都沒有 所以舉雙手歡迎 民進黨要站 趕快去站 對 就是怕說如果接下來 立法院只要表決 就出現這樣的場面 那麼接下來這個賴政府 恐怕什麼事情都做不了 休息一下馬上回來